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之前去到同業 看到機器放在那裡 問他原來幾年都沒用了 問他可以用封喉照鏡印刷 我就拿回來試試 而且以前覺得機器做的成品真的很美 有質感 以前看到師傅一手一腳 就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機械 可以印出一份人件 真是很有誠意的作品 而且這些印刷技術 可以是一種工藝的傳承 不是現在我們的印刷效果不行 而是勸缺了那種質感 全部東西都是電子化 沒有人性化的感覺 找人拿這部機器又不容易 透過不少行家的請教過 終於找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師傅 願意協助我們的同事去操作這部機器 還可以做出培訓 也算不算 香港現在就真的沒有人做紙粒 我們首先到處找了很多舊的紙粒 其實現在還可以用 還有風格 懂得欣賞特版印刷的人 他們追求製成品是要有個性化的 入行都喜歡手藝 跟同事說起 可能無法顧問 大家都這麼有興趣 數碼其實未必合不到特版印刷 以前的人都說 柯色是不會合得到數碼 但是我們現在都做到出神日化 當一個三代的印刷三角戀 怎麼都會有些感覺 好可惡 因為我們現在的廠方 最後一段時間 感谢观看